在使用第二本护照进行中转时 了解如何交替使用两本护照至关重要 以下是关键原则和要点 交替使用原则 入境与出境一致性 在任何国家的入境和出境时 通常需要使用同一本护照 这一位的入境章和出境章应该在同一本护照上 尽管有少数国家允许不同护照盖章 但一般情况下遵循这一原则是安全的 入境时的关注点 入境官员主要关注两方面 你是否具备入境资格 如签证或免签资格 以及你是否会按时离开 通常需要出示返程机票 出境时的关注点 出境官员通常不关心你的目的地 而是关注你何时入境及是否有非法滞留的记录 如果没有滞留记录 出境一般不会有问题 关键操作要点 办理登机牌时使用第二护照 在中转的办理登机牌时 航空公司通常不关注护照上的出入境章 只需确保所用护照能够顺利入境下一个目的地 因此建议在此缓解使用第二护照 因为它可能允许更便利的免签旅行 出境时使用中国护照 离开中转国时 应使用中国护照 并将正机牌与该护照一同出示 以确保顺利通过出境检查 通过遵循这些原则和要点 可以有效利用两本护照进行国际旅行 同时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和不必要的麻烦